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你衝我說這個單元 那之前呢 你衝我說的都是跟網友增稿的方式呢 拿去看影片來跟大家聊一下 各位衝組上面的一些問題或是障礙 那今天很特別 我們今天呢是跟咖啡爽結 這個已經辦了很多年的活動呢 有一個合作的企劃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影片呢 是叫咖啡爽結的第四名 第二名跟第一名三位同學的影片 那主要呢 學長是的扮演角色 就跟大家聊一聊 他們這些手法 它可能背後代表了一些什麼樣的技術啊 或什麼樣的可能性啊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衝組手法以後呢 希望各位也可以來探討一下 這個手法我能不能也使用 或是說原來這個手法我可能沒有想過 那同時呢 也覺得現在的學生弟啊 學生妹都很厲害齁 在這個咖啡爽結這個活動裡面呢 都可以創造出很多有趣的手法 也希望各位無論是上班族啊 或是學生我們都可以來多多學習 不同的手衝方式 讓我們的技術再往上提升囉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四名的同學好不好 水溫90度 很標準 然後粉量25克 算是蠻合理的齁 其實心芒用稍微多一點點的粉量齁 是比較好充足的齁 那今天的第四名第二名第一名的三位同學 都是用心芒濾杯齁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說是心芒的專長 對 研磨度是NECG4 算是比較偏細一點點 OK 但NECG本來就沒有到很細啦 所以偏細一點點也蠻合理的 尤其在比賽之中 風味的飽滿度還是蠻重要的齁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況齁 就是這個同學呢 使用了兩次悶蒸的手法 第一次用25顆 第二次用20顆齁 其實兩次悶蒸的手法也是學長蠻喜歡的手法齁 它可以確保你的 在比較淺焙痘的實況之下呢 你的悶蒸比較容易成功 OK齁 所以在比賽之中 如果你使用兩次悶蒸這樣的手法呢 其實也是蠻有策略性的齁 你可以減少你可能太緊張了 導致你的悶蒸失敗 所以兩次悶蒸這個手法我覺得很不錯 OK 然後呢 第二段的手法呢 是從正中間 開始往外繞圈齁 剛開始就集中在正中間 我可以聽到那個 水聲是蠻大的齁 就是那個 流速蠻快的 那這個手法本身我覺得非常的好 也蠻符合學長心中的 對於西芒綠杯的詮釋齁 因為西芒綠杯其實流速很快 所以在這一段的過程之中 我稍微把水位拉得比較高一點點 並且 在正中間給比較多的水的話呢 對於前段的果栓的萃取是很有幫助的齁 所以 它大概有60CC左右 我大概目測60CC左右都是給正中間 這個邏輯是 蠻好的齁 它可以讓我前段的果栓的支撐力 比較能夠撐得住 然後後面的兩段給水呢 是各100CC OK 然後呢就是比較往外繞圈以後呢 再回正中間的這個 這種 給法齁 對 那這這樣子 在西芒綠杯的情況之下呢 到了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時候 就已經不再做那麼多的酸質 是其實對於整體的風味均勻度來說呢 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齁 我們開始要做一些甜質 還要做一些 口感齁 只是在比賽之中其實也是 比較容易 也很合理的啦 因為 這樣子 你各個味道都要萃取到 足夠的量 比較容易贏 然後最後一段呢 稍微往外繞圈以後 就集中在正中間了齁 很多的水量集中在正中間 這樣的手法呢 其實 就是可以避免圍運的部分呢 有一些 苦雜味的存在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同學 我覺得這個手法本身 非常合邏輯齁 就是 選擇了一個 兩次悶針 在悶針上面 是比較不容易失敗的 然後第一段呢 135克 第二段100 第三段100呢 第一段呢 就集中做酸質 第二段呢 做甜質 第三段呢 做Body的同時呢 它因為回到正中間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可以減少尾段 它會有 因為 浸泡時間太久了 造成的苦雜味的存在齁 所以 策略上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它最後一段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減少一點點 爆掉的失誤的可能性 因為比賽嘛 還是希望能夠 減少瑕疵齁 所以呢 這個同學的沖法 我覺得非常的科學 而且 可以想見應該是一個 層次結構 都相當完整的一個沖法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的同學齁 好 使用 Camedante 司令官的摩托機齁 然後 研磨度呢 是略微粗一點點齁 然後也是25克的水量 對 稍微粗一點點 然後呢 可以看到 悶蒸 用 很少的水量 然後呢 悶蒸時間也非常非常短齁 大概只是讓我的 咖啡粉呢 都有吃到水 OK 然後就進行第二次的沖煮了 那其實這個同學 我很喜歡 它的沖法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齁 呃 它每一段的給水呢 其實都沒有造成 你的粉塵有淹水的狀況 它每次給的水量 大概到 粉塵吃水極限的時候呢 就停水了 然後呢 就給第二次水 可以看到 第二次水也是齁 水都是浮在粉塵上面 形成一個 拱狀的一個凸起 然後就斷水 那拱狀凸起就斷水齁 這種 這種手法呢 蠻像很多 日式傳統的手法 那這種手法 一般的話 他們研磨度也會敲得比較粗 但是它每一次的給水呢 都會給到粉塵的極限值 然後讓它流掉齁 知道這種手法本身 可以讓我的風味 每一次都會有一個 集壓能力 然後到了最後兩段的時候呢 它就是改 採用中心注水的方式 那這個時候的粉塵 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已經有一點點 接近淹水的狀況齁 所以它的流速已經沒有那麼好 那它的萃取的東西呢 就會偏比較厚段 可以看到最後的時候 甚至呢粉塵 都會有一點點淹水了齁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從濾泡法進到 浸泡法了 那浸泡法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因為浸泡法 確實可以浸泡出 比較多的Body 因為整體流速已經變得比較慢了 不像前半段 前面兩次我們可以看到流速很快 後面兩次流速已經變得比較慢了齁 這時候呢是比較有風險 因為比較容易出苦雜味 但是它也可以做出很多的Body 對 那這個同學呢 它採用的方法呢 是最後它使用Bypass的方式齁 它大概有將近 可能 100CC左右 100多CC的Bypass喔 對 這等於說它只萃取大概前三分之二 後面三分之一都是用Bypass的方式 就是補水的方式呢 然後把整個風味呢拉開 OK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沖煮的方案上面呢 很有趣 就第一個部分是 當然我們Bypass它有兩個目的嘛 一個是說 它可以把口感調到你比較喜歡的濃淡度齁 所以這是一個科學的 第二個方案就是說 它減少了萃取的時間 因為它實際上只萃取三分之二 後面三分之一呢 是用補水的方式呢 去減少 尾巴的主導爆掉的可能性 這個方案其實有一點點很聰明 但是呢 這要看比賽齁 因為不是每個比賽都可以Bypass的齁 很多比賽呢 是不能Bypass 我們咖啡爽結學生杯 是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是可以Bypass的情況之下 選擇這樣的方案呢 我們就可以讓前半段的時候 盡量增加它的萃取率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同學用90度高的水溫 然後呢用很多次的斷水 但每一次斷水的目的性都很明確 就是前面的燜蒸當然是讓我的粉塵能夠吃水 然後第一段兩次的給水呢 都盡量維持濾泡的狀態 然後用多次斷水 然後呢每一次都是吃到粉的極限質 這樣的做法本身真的滿符合 我自己心目中很多傳統日式的手法 是滿不錯的 然後後面兩次呢也是比較類似浸泡 甚至於它用搖晃濾杯的方式呢 讓流速變得更慢一點點 這些方式呢都可以讓我們的萃取率提高 所以呢前半段用大量的萃取率 然後後半段用補水的方式去避免苦澀味 這個思考邏輯是不是也很不錯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最後 最後我們冠軍同學的充足 其實每一段我覺得很有意思啦 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策略 或是對於充足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開始呢就是用攪拌法的方式 然後粉呢我目測是覺得滿細的 然後給了滿多的水 然後呢進行了大量的攪拌 那這個手法本身呢 可以簡單的去思考就是 也跟第二名的同學有一點點接近 就是我在前半段的時候呢 進行大量的風味釋放 後半段就少釋放 順便看到第二階段的部分呢 這個同學呢他就開始加入一點點冷水 讓我的溫度水溫呢能夠降低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溫度計的溫度都大概是88度左右 然後第二次補了水以後呢 大概是79-80度左右 就已經降得滿低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第二次開始呢 它的用比較低溫的方法做萃取的實況之下呢 它的風味呢一定不會像第一段萃取的速度那麼快 等於我們可以簡單來說 第一次攪拌的時候呢 大部分甚至於超過一半以上的風味 可能都已經被擠出來了 所以這種手法本身非常符合現在 國際各種比賽上面的 常使用的手法就是 我盡量在前半段的時候 把風味盡量大量的擠出來 後半段呢我降低我的萃取率 然後呢我一樣萃取 但是我用比較低風險的方式 就是我用低溫啊 或者是用更快的流速的方式 那後半段的風味不會那麼的容易爆掉 但同時仍然會有足夠的味道 那我可以看到第三次的時候呢 這個同學他又把溫度再降低了 然後呢用小水柱溫柔的方式去給水 讓我的粉塵呢後半段的吃水 可以看到最後一段的時候呢 已經有點淹水的狀態了 其實這個方案本身呢 真的有它的風險 它的風險就是流速變得很慢 流速變得很慢 它可能要流比較久 它才可以流完 但是它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用降溫的情況之下 至少尾巴可以盡量的減少它爆掉的可能性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嗎 如果我前半段的好的風味 我用攪拌的方式 就已經盡量的被擠出來了 那我後半段是不是 它沒那麼多東西給你擠啦 你如果硬擠 它其實說實在呢 是有可能會出瑕疵味的風險的 所以這個方案本身呢 跟第二名同學的Bypass 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方案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在整體的戰術上面呢 都有一點點接近 一個是使用Bypass 一個是使用降溫的手法 就讓我想到COVID-SYN 因為其實COVID-SYN之前 COVID-SYN的香吉士 它之前也使用了也是兩次降溫的手法 只是它第一次使用的是悶蒸 它不是用降溫 那可以想像到的 應該是一款入口很強勁 那尾巴喝起來應該是安全 然後有足量body的一種口感 那以上三個同學呢 我都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其實手法這種東西嘛 它就像煮菜一樣 同樣的食材 同樣的道具 同樣的工具 其實每個人 隨著你的給水的方式啊 料理的方式不同 峰會就會不一樣 那比賽同時 它就是一個 它同時 那比賽呢 同時又要去思考 欸豆子啊 然後比賽策略上面呢 真的對於一個同學來說呢 是會很有幫助的 會成長很多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你衝我說呢 就是到這邊為止了 那如果各位呢 覺得今天的影片 對你們也有一些幫助的話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 自己充通看 或是說 思考一下學長 剛剛說的裡面的一些 充足的邏輯 其實充足邏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想得到 就可能做得到囉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